西游记里的72变和36变 哪个更厉害 单从变化之数上看 大家肯定都认为是72变厉 毕竟72变是无限之度 可是也有说法认为 36变其实才是最强的 原因有二 一是36变指的是天刚之数 72变则是地煞之数 天刚自然比地煞要厉害 比如水浒传里面的梁山108角 分为36天刚星和72地煞星 而天刚的战力普遍高于地煞 第二 36变里都是一些大神通 里面包含疑星幻灯 五天玉日 翻江倒海 起死回生等等 这些都是大罗天仙专修的法术 反观72变的内容 都是一些小倒数 什么戒风 暴雨 坐火 入水分身的 这些变化普通凡人也可以修炼 所以36变比72变厉害多了 那么到底哪种说法认识 其实我们在西游记原著中 是能够找到答案的 西游原著第二回 孙悟空漂洋过海道方寸山 拜师菩提老祖 为了帮助孙悟空躲避三灾厉害 菩提老祖便向他介绍起了 三灾躲避之法 即地煞72变和天刚36变 我这里有隐身前行变化之数 分为两种 一种是36般变化 一种是72般变化 菩提老祖问孙悟空想学哪一种 孙悟空表示多多益善 直接勾选了72变 师父 师父 弟子愿学多的 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好 菩提老祖听后 也没有向孙悟空比较 这两个变化之数的优励 就直接交给他了72变 这就说明了一点 就是36变和72变 其实是不分伯仲的两种高级法术 或者说他们各有千秋 否则菩提祖是何必让孙悟空挑选 直接传授他更强的那种辨识 至于36变和72变中所包含的内容 源于另外两本书 一本是明代神魔小说 叫做三岁平夭传 另一本则是清代的历代神仙通剑 这两本小说有提到 36变教育72变属于大神通 但西游记里是没有这样去设定 在西游记的神魔体系中 天罡36变和地煞72变 只是用来技术的一种云窗 根本没有说天罡要优于地煞 不过这两项变化有一个共同的作用 就是可以躲避三灾 以此实现永生的愿望 另外在小说中 我们还能找到他们各自的优缺点 先说36变 西游记原著第67回 师徒四人抵达七绝山西是同口 不料前方道路堵塞且恶臭难闻 于是唐松对猪八戒说 你若有本事滚开一条道路 让我骑着马过山 就寄你个头功 当时猪八戒回答道 老猪本来有36般变化 若说便轻巧华丽飞腾之物 尾是不能 若说便山便树 便石块 便土墩 便赖象科猪 水牛 骆驼 真个全会 意思就是说 如果让它变化天上飞的物种 比如小鸟蝴蝶 蜻等 就是手道勤爱 这就是36变的优缺点 擅长变大 无善于变性 而这个小 不光指那些有生命的轻巧动物 还有人类中的小女孩 通天和陈家庄灵感大王 要吃同男同女这一会儿 孙悟空让猪八戒变成一个同女 他都变不好 强行变完后只改变了模样 大肚子却无法掩带 最后还是孙悟空吹了口仙气 他才把身体恢复了正常 那么72变的优缺点呢 72变的优点是飞行走兽 花木器皿都能变 但变人物时 只能变模样 身子却变不惯 比如孙悟空身上的毫毛 即使用变化术也无法变乱 还有他的尾巴和猴屁股 不能变 当初孙悟空大闹天宫 与二郎神斗法时 就出现了一段非常尴尬的场面 当时他变成了一座土地妙 所有建筑特征处理的都非常好 唯独留下一条猴尾巴 无处躲藏 最后只好在身后竖起了一只旗杆 结果被杨茧一眼失败 而按照猪八戒所说 三十六变之法变化庞大之物 是比较好变的 就是说如果使用三十六变 变土地命 那么很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由此可见 三十六变和七十二变 其实是各有千秋 单从法术质量上来看 不存在优劣之分 这里也许有人会说 既然如此 为何猪八戒在变化术上 剁不过孙悟空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孙悟空的基础 战力远高于猪八戒 要知道严习成效和自身天资 是挂钩的 红一本书不同的人 读出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有的人可以读上清华北大 有的人却只能去上普通技巧 同样是学变化之术 孙悟空比猪八戒厉害 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了 七十二变从变化之术上来说 还是要强于三十六变 这里引用猪八戒曾说过的一句话 猴哥有七十二版变化 就有七十二条性命